嗨,大家好,我是范范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的镜子练习啊 虽然前几天呢,我是比较的忙 因为在帮第三期的能量营的小伙伴们制定个人祈祷文 所以就比较的忙碌 但是呢,我们的镜子打卡营里的小伙伴啊 我会依然是每天在按时的告诉他们每一天怎么样的去进行镜子练习 只是说这个视频的部分就更新的比较停滞了一些 如果说呢,你想跟上我们的进度的话呢 或者说,你想重新开始刚刚接触到镜子练习 想进入到打卡行列呢,也是可以联系我的微信塔罗控 或者是去我的公众号范塔罗去看怎么报名 以及去领取一些文字上的一些内容啊 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八天的镜子练习 爱你的内在小孩 我们要进入到内在小孩的部分了 内在小孩的部分呢 打卡营里面已经有小伙伴进行了打卡了 也是有非常深的体会啊 有流泪啊,有哭泣啊 有非常多的不好的回忆啊 痛苦的回忆啊 当下他们会觉得在心里面这么多这么多的伤痛 和对内在小孩这么多的伤痛的回忆 去把它释放出来以后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也感到非常的愉悦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了爱你的内在小孩的部分 那今天呢,你的眼光要超越镜子里面的 就每天看到的自己就是这个大人 要去接触你的内在小孩 所以今天对你的镜子练习而言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啊 一定要握着我的手 我们一起走到你的镜子前 深深的凝望你的双眼 眼光超越镜子中的那个大人啊 跟你的内在小孩打个招呼吧 那无论你年纪是有多大 内在都有一个小孩是需要被爱,被接纳 如果你是女孩 无论你是多么独立自主 你的内在都有一个非常柔弱的小女孩需要帮助 假如说你是男人 不管你多有自信 内在都有个小男孩渴望温暖和关爱 所以说看着镜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内在小孩呢 这个孩子快乐嘛 这个孩子试图告诉你什么呢 那你经历过的每一个年纪都存在你之内啊 在你的记忆和这种意识中间 小时候呢 每当事情出了差错 你总是认为一定是你哪里出了问题 那孩子会逐渐产生一种想法 认为只要他们不犯错 父母就会爱他们 不会惩罚他们 那通常呢 我们在五岁左右就会回避或者是拒绝聆听内在小孩说的话 我们会这样做呢 是因为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 所以不再和这个小孩有任何关系 此外的话呢 我们内在也有个父母 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话 这位内在父母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责骂内在小孩 如果说你去聆听自己的内在对话 就会听见那些责骂 你会听到内在父母说你什么地方做错了 或者是你哪里不够好 所以说早在小时候呢 我们就和自己开战了 并且向父母批评我们那样开始批评自己 你很笨 你不够好 你什么都不好 那这种持续不断的批评成了习惯 现在我们长大了 但大多数人不是全然的去忽视内在小孩 就是以过去我们被轻视的方式来贬低这个孩子 所以我们一再重复这样的模式 每当你感到害怕 要知道啊 这是你的内在小孩在感到害怕 大人他其实很少感到害怕 但是大人切断了和内在小孩之间的连接 没有陪在这个孩子身边 那大人和小孩是需要培养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你要如何去连接自己的内在小孩呢 那第一步就是通过镜子练习去认识他 那这个孩子是谁 他为什么不快乐 他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帮助这个孩子 让他觉得安心 觉得安全 觉得被爱呢 我觉得你要跟内在小孩聊一聊 你做的每一件事啊 我知道这听起来是很蠢 但是很有用啊 让你的内在小孩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会丢下他或者转身离开 而是会一直陪着他爱他 因为你的内在小孩想要的 只是有人关注 有安全感 有人爱 如果说每天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 开始和你内在的这个小朋友去连接的话呢 生活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啊 那请说这个肯定句我愿意去爱 去接纳我的内在小孩 接下来就进入到第八天的镜子练习 去找一张你大约五岁时候的照片 如果说你手上没有 我们群里的小伙伴 我也是告诉他 你可以去想象你的五岁时候的样子 或者你把你心里面你五岁的样子去把它画下来 贴在你浴室的镜子上 然后花几分钟看一看这张照片 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的是个快乐的孩子吗 或者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孩子 所以对着镜子跟你的内在小孩说话 你可以看着照片 或者是去临视镜中的双眼 就看哪一种方式让你感觉比较自在 如果说你小时候有小名的话呢 就用这个名字和你的内在小孩去说话 最好在镜子面前去坐下来 因为如果坐着的话 只要一出现很难过的感受 你也许就想要多门而出 所以说坐下来 准备好一盒面筋纸 开始说吧 那接下来呢 就开始敞开你的心 去分享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说完以后呢 用这个肯定去去做 作为这个镜子练习的结束 亲爱的 我爱你 我在这里陪你 你很安全 好 这就是今天这一部分 第八天的这一部分的镜子练习 接下来就进入到第八天的记录练习啊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去用到蜡笔 或者是彩色铅笔 或者是彩色签字笔啊 用你的非惯用手 也就是你不会用来写字的那只手 去画出小时候的你 要发挥创意哦 然后把这一张画贴在浴室的镜子上 看着这张画开始和你的内在小孩说话 问你的内在小孩以下这些问题 并且把答案写在日志里 你喜欢什么 你不喜欢什么 什么事物会让你害怕 你需要什么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你快乐呢 那闭上眼睛 花几分钟去思考你得知的那一些 关于你的内在小孩的事情 所以说好好地去照顾你的内在小孩 这是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 这是一个受了伤的孩子 这是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孩子 要学会陪在内在小孩身边 去拥抱他 爱他 尽你所能的去照顾他的需求 一定要让内在小孩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 你永远都会陪在他的身边 不会转身离去 或者抛下他 不管 你会永远爱这个孩子 那这就是整体的第八天的一个 镜子练习和记录练习 如果说你还想加入到镜子成长营的话呢 是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塔罗控 或者去我的公众号 范塔罗 去看报名方式哦 我们第九天镜子练习见 拜拜 记得给我三连哦 拜拜 拜拜 拜拜